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安德的游戏是根据小说改编 它讲述了一期孩子拯救世界的故事 电影采用了游戏中的游戏的拍摄手法 让这部影片呈现出了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也让观众迷现于真真假假之中 用一群孩子来拯救这个世界的主题 也让人无限好奇 唯一重任于熊孩子莫不是太过于沉重呢 影片从一个孩子的瞳孔中展开 用孩子的声音 孩子的世界 展现了当年倚族进攻地球 大将为之牺牲的故事 最后又以孩子玩游戏结束 故事的回忆仿佛在诉说着 游戏人生这一主题 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又是假呢 安德恰好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为了应对乙族的再次攻击 星际战舰决定挑选一批童子军进行训练 最好防御措施 其实对这个情节我真的是深深的疑惑 虽然说孩子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但也不至于早早的利用花朵吧 难道保经操作的大人 还比不过一群单纯的孩子吗 安德最终成为了管格拉夫的终点培养对象 他们为安德创造了重重的难关 让其成长 首先他们除去了安德身上的监控系统 这样以来 让结合已久的小胖有了可乘至今 招来了一群小弟 打算收拾收拾安德 在我以为安德要被揍得鼻青鳞肿的时候 剧情反转了 安德将小胖揍得口吐鲜血 安德的长官问安德 为何打趟小胖后还要继续报答 安德的一句 我想用一场战役结束后面的无数战役 让人意向深刻 大概也是管格拉夫选择安德的原因 比起安德的哥哥和姐姐 安德多了一份善良 少了一份残暴 在安德误伤了帮佐后 崩溃男安的状态 就可以看出安德的善良 安德被带到了新的队伍 管格拉夫故意夸奖安德 让其他人嫉妒孤立安德 安德在新的队伍里 不仅身体累 精神更累 但是他通过一次次的帮助伙伴 赢得了伙伴的关心 喜爱 一切人真正的团结在了一起 这真正的体现了一句名言 故天将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幸福乱其所为 所以东西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我也终于明白了 我成不了大任的原因 安德这么厉害 导演自然要将其升迁 直接遇到了高年级的 火蜥蜴战队 一部好的电影 缺不了感情戏 阿卡丽的出现 让整部戏得到升华 他与安德的感情 出见升温 虽然电影没有明说 但是我觉得 离两个人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也不远了 影片中的游戏 成为一大线索 从安德一次次 玩巨人的战争游戏 就给全电影做了铺垫 到最后 领导通过游戏 哄批安德 来歼灭一族 都体现了一种 游戏人生的感觉 一族最后一次 出现在游戏中 希望和安德进行谈判 可是到最后 安德才发现这一存在 这让观众 惊讶不已 成为全片的点睛之笔 我们总觉得眼见为实 可实际上 确实你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人生就是这样 真就是假 假就是真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